英ド親 小的時候 при外地,主觀人動性並不是那麼高 大多數都回來談青 或跟爸爸媽媽去見朋友 清 governments,過了華為cknow,後 覺得好像 like深圳跟香港相比 沒有香港那麼現代化 所以其實我對內地並不陌生 中佳林 我叫中佳林 我今年31歲 我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都生活了17、18年 亦都想去一去 離開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 去其他地方去再體驗一下 我亦都有在香港讀大學的一個機會 但是最終我就選擇去北京讀書 其實在香港讀大學都不錯 亦都來家 亦都很近 放棄這樣的機會 覺得好像有點風險 其實內心都有過掙扎 但是模型之間我總是覺得 北京大學總是對我有一種吸引力 趁著年輕就躺一躺 試一試 最後就選擇去北京讀書 北京大學後段都高 拿什麼定義一個人 不是他所出的位置 是他前進的方向 他們對一個香港來的學生都會很好奇 為什麼你香港有大學連結 為什麼要來美帝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堅信自己前進的方向 大學中遇到比較重要的人 那是我太太 她其實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 就是考慮到這個日後的發展路徑 所以她也是在深圳的一個律師事務所 裡面找了工作 我們基本上就是全職在深圳這邊工作生活 越來越多的人是把深圳當成的家 等於在深圳這邊是扎了根 畢竟我爸媽也在香港 然後我太太她家也在香港 我們也是比較傾向於回來這邊 對就是那個技術服務還技術合作 還是能夠還得稅 可能還可以再去年一下 我去了一家很大的互聯網公司 後來跟我一個朋友一起合作 然後又再回到律師事務所裡 現在國家也是強調要依法治國 深圳作為這個大灣區重要的城市 那無可避免就會有涉及到這個法律服務 所以我是覺得律師行業在深圳其實還是很有前景的 深圳最近這10年發展都很省畜 希望出生成長的香港 還有目前在這裡生活發展的深圳 包括大灣區各個城市 可以有更多的融合 這樣去共同去建設一個 用世界文明的大灣區 我很平衡可以作出這樣的一個選擇 能夠趕上時代的機遇 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講解放社會 歡迎至少爺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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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